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东西园比同龄人要快 摸多久 就把父亲的手艺学了个七七八八 学习第二年 他就可以自己外出做活了 这一年 张根生十四岁 这天 一个身穿华丽衣服的人来到张家 称自己是城里某一大户人家的管家 他们府上的小姐要出嫁 需要临时做一套成亲用的礼服 想把这个活交给张家来做 张府听完 便拆见儿子跟着那管家前往府上做活 谁知管家一看 张根生如此年幼 当下便不乐意了 他执意让张府亲自前往 张府虽相信儿子的手艺 但无奈既然是主家要求的 那自己便亲自走一趟吧 于是带上儿子 跟着管家往城里赶去 很快 姬人就到了府上 凭借张府几十年的手艺 自然是把礼服做得非常完美 张家父子做完手中的活计 已然是傍晚了 想着回去的路程遥远 当下便拜别主家 然后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父子二人没走多久 天就暗了下来 因为还有几十里的山路 所以二人一刻也不敢耽误 马不停蹄地往前走去 很快 父子二人走到一处狭窄的山路上 此时路上山风阵阵 天上乌云密布 眼看一场大雨就要落了下来 父子二人不禁加快了脚步 不一会 倾盆大雨就从天上飘落了下来 山路本来就难走 再加上下这么大的雨 道路就更泥泞了 一劳一勺就着磨病排走着 当他们走到一处拐角处时 意外发生了 因为道路泥泞 在家夜晚本来就暗 丈夫一个不小心滑到山崖下面去了 待张根生反应过来时 父亲已摔到了崖下 他急忙顺着小路往山崖下跑去 但此时的丈夫却一没了呼吸 他忍着悲痛 背回父亲的遗体 回到家后 母亲得知此噩耗 竟一病不起 没多久也撒手人寰 双亲的离世时 张根生悲痛不已 安葬满父母后 他便靠着学助的裁缝手艺为生 这一年 张根生十五岁 年龄虽小 却已经能靠自己的双手挣钱了 他靠着父亲传下来的手艺 在村里扎了根 后来又添置了几套房子 小日子过得也算风生水起 转眼间 张根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因为他平日里吃苦耐劳 家里条件也不错 虽说失了双亲 但依然有好多媒婆上门来提亲 后来 经过媒婆的撮合 张根生许了镇上米行店老板的女儿李氏为妻 李氏年轻漂亮 性格又好 平日张根生出去做活时 李氏就在家中把家务操持得井井有条 两人的生活过得非常甜蜜 一度成为村里人羡慕的对象 但好景不长 这一年 村里竟闹起了旱灾 一连半年低于胃下 小河断流 庄稼面临渴死 就连人们日常的吃水都成了问题 村头唯一的一口井子石已经枯竭 再打不上来 哪怕一滴水 可没水怎么活呀 这天早上 张根生吃过早饭 靠在门上 一脸愁眉苦脸的跟妻子说 家里存的水已经吃完了 现在是一滴水都没有了 这可咋办啊 我听隔壁的张大娘说后山半山腰上有个小溪 那里现在还有一些小水流 要不降工 你等会过去看看 李氏看着自己的丈夫温柔地说道 张根生当下瞬间惊声了起来 娘子说的可是真的 我这就过去看看 说着便起身 超级扁单提着墙角的两个水桶就出了门 两个时辰后 她来到半山腰 跟着记忆 她来到了那个大家都熟知的小溪旁 一眼看去 嘿 果真有水 虽说溪流很窄 但依然有源源不断的水流 从山上流下来 她开心极了 当下便灌了满满两大桶水 挑起来开开心心的下山了 到家后 她便把两桶水倒入水缸里 两桶水的量正好装满一整个水缸 吃水的问题解决了 夫妻俩都很高兴 这天下午 张根生和妻子李氏正准备取水做晚饭 却发现自家的水缸前有一个小孩子在拿水瓢舀水喝 小孩子大概六七岁的样子 长得白白胖胖的 看到张根生夫妇来 他也不害怕 依然拿着水瓢继续喝水 只当他俩不存在 你是谁家的娃娃呀 怎么跑来这里喝水呢 你家大人哪 张根生走上前问道 那小娃娃依然不吭声 只是歪着脑袋 看着面前的夫妻俩 李氏看着眼前的小孩子 顿时母爱泛滥 他摸着小孩子的脑袋道 莫是孩子 以后想要喝水了 尽管来喝就是 那孩童还是不答话 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夫妻俩没有在意 自顾自的到厨房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等到俩人再从厨房出来时 那喝水的孩童已不见了踪影 第二天一早 张根生照例上山挑水 等他挑完水回到家门口时 远远看到昨天那个喝水的孩童 已经在家门口等候了 似乎在特地等他挑水回来一样 张根生把挑着的两桶水倒入水缸里 走上前摸了摸孩童的脑袋道 孩子 缸里有水了 你想喝的话 自己去去吧 莫了 又多问了一句 你是谁家的娃娃呀 你家大人哪 怎么平日里没有见过你呢 但是那孩童只是看了他一眼 也不说话 只是默默地走到水缸前喝起了水 张根生一看 问不出个所以然 也就不作声了 看了口气后 就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 张根生每天早上都按时去山上打水 每次打水回来 都能看到自家门口 蹲着个小娃娃 那孩童没有多余的话语 每次都是喝完水之后就消失不鲜 张根生也不在意 随他喝便是 一个小娃娃能喝多少水呢 这天中午 张根生从山上挑水回来 远远就看到家门口站的的孩童 孩童手里抱着两根白嫩嫩的人身 看到张根的挑水回来 那孩童一路小跑 跑到张根生的身边 把手中的人身高高举起 递给张根生 给我的妈 你这娃娃哪里来得这么大的人身 张根生看着 面前的孩童疑惑地问道 难道是你的父母让你来送的 张根生一边疑惑 一边接过孩童手中的人身 见张根生收下了人身 孩童开心的原地转了个圈 然后一溜烟地往远处跑去 不一会就不见了踪影 这孩子还知道感恩呢 看来是个家交很好的娃娃 张根生一边感叹 一边进屋 随手把两根人身放到了桌子上 接下来的日子 张根生每天上山挑水回来 都会看到那孩童抱着两根人身 站在自己门口等他 次数多了 张根生也不好意思收了 觉得自己只是给这娃娃一点水喝 对方却给了自己这魔度人身 虽然他不知道人身的价值 但相对于水来说 他的却是很贵重的东西了 但是他每次推辞不收 那孩童都执意要给 而且都是看着他收下后才肯离开 过了末多久 雨季来临了 张根生也不用每天辛苦地上山挑水了 而那个来 每天来喝水的孩童 也再也没有来过了 说来也怪 后来张根生去周边邻居打听 也不曾听说 谁家有这魔一个娃娃 他就像是凭空冒出来的 然后又突然消失了 不管怎么说 旱季结束了 苦日子熬到头了 经过这次旱灾 张根生心里有了些许危机 这次是旱灾 下次只不定会有什么灾害呢 还是多吞些粮食比较好 但是家里的田地又不多 没 这可怎么办呢 思来想去 他便准备去镇上的赵财主家租 几亩粮田 这天 张根生一早就出了门 向镇上的赵财主家赶去 没过多久 就来到了一座非常阔气的宅子前 张根生说明来以后 赵财主家的管家便带他进入了府里 张根生跟在管家后面 目光不禁打亮起这座豪华的宅子 入眼望去 宅内亭台楼阁遍地时 花园里栽种住各种美丽的植株花卉 出身贫寒的张根生看的眼睛都直了 不一会 在管家的带领下 张根生跟着他进入了那堂 在大堂里 看到了正在翘着二郎腿悠闲喝茶的赵财主 张根生忙走上前说明来以 看在你这魔诚恳的份上 我便把后山的五亩粮田租给你吧 三年起租 每年二十两银子 你可愿意 赵财主喝着茶 头也不胎地说道 张根生一听 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心想这赵财主心也太黑了 正常五亩田地 最多也就十两银子 怕倒好 足足比别人多出十两 但震惊之余 当下他也没表现出来 只是为难地说 赵财主 这二十两银子 一年的价格是不是太高了些 能不能再稍微低一点 就二十两 一文钱都不能少 你租不起就去看看其他便宜的田地 赵财主强硬得道 张根生闷闷不乐地离开了赵府 回家的路上 他自己盘算起来 这赵财主果然心黑 他把周边的田地低价收上来 再高价转租出去 把穷人逼得活不下去 以此来获取高额的利润 但没办法 周边的田地基本上都是他的 想要租中的话只能找他 自来想去 张根生没办法 只能租中他的田地 至于价格高点 那就高点吧 但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难题 就是上哪去弄这二十两银子 毕竟二十两也不是个小数目 就在张根生发愁的时候 他的目光瞥向了墙角那一堆人身身上 当下心里意合计 这人身好歹也是大补之物 拿去镇上的当铺 说不定也能换取不少银子呢 他一合计 当下就挑了两个看起来品相差不多的人身 装进竹楼里 背着就往镇上赶去 到了镇上的当铺店里 他敲了敲橱窗 说自己要当两个人身 让老板给估个价 当铺掌柜 当铺掌柜名叫钱尔 是个精明的商人 此时他正靠在当铺桌子上打盾 听到有人敲窗 他不情愿地睁开了眼睛 这大中午的 是谁呀 要当什么东西 老板 我这里有两个人身 你给估个价 张根生说着 便把竹楼里的人身递了上去 此时睡眼朦胧的前老板 瞥了一眼台上的人身 然后整个人瞬间就清醒了起来 他拿起人身左看右看 仔细端详起来 不一会 他看着张根生笑了起来 这位小兄弟的人身品相好是挺好 就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这样吧 我以三十两的价格收购这两个人身 你一下如何 钱掌柜说完 连忙招呼小二看查 张根生一听 顿时吃了一惊 在他看来 这两个人身最多也就值个二两银子 谁知钱掌柜开口就是三十两 这个高的价格 属实是他莫想到的 当下他就愣在了哪里 钱掌柜趁他愣神的功夫 赶紧去账房 蓄了三十两银子来 把银子塞入了他的怀里 那家事 似乎生怕他反悔一样 就这样 张根生抱着三十两银子出了当铺的门 走在街上的他顿时生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想到家里还有一堆这样的人身 他不禁激动了起来 两个人身就能当三十两银子 自己一整年的收入都达不到三十两呢 惊喜之余 他不禁好奇送自己人身的小娃娃的身份 难道他是神仙下凡来帮助自己的 抑或是他自己本来就是人身修炼成金 然后自己给他帮助 所以他才送自己人身作为报答 就这样一路想着 他回到了家 到家之后 张根生赶紧喊来妻子李氏 告诉他今天发生的事情 并嘱咐妻子把其他的人身好好藏进来 再说那一边 前掌柜在收到人身之后 转手就以每个五十两的高价卖给了赵财主 赵财主像得了宝一样 将两根人身泡到酒瓶里 摆在了大堂的柜子上 张根生这边有了银子 租种田地的事情自然就不是问题了 于是他便挑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带助银子赶往赵财主家 准备办理田地租种合同 到了赵财主家 张根生拿出准备好的银子 递给赵财主 赵财主看到银子顿时眉开眼笑 他正为那几亩田地租不出去 而发愁呢 张根生的到来正好解了他的忧 根生啊 我那鸡母良田使出了名的好 土地既肥沃位置又好 你租种那鸡母田 是你眼光好啊 赵财主一边拿出河筒 一边笑呵呵地说 他的嘴角都要裂到耳根除了 张根生叹了一口气 随口附和了几句 他的目光略过大厅 不经意间看到了柜子上摆放的酒瓶 里面的两株人叹越看越眼熟 看到张根生的目光盯着自己的两根人叹 赵财主顿时炫耀起来 怎么样 这俩人叹是前几日从当铺钱掌柜那里收来的 这可是高品质的餐子 长期喝这样的人叹泡的酒 可以严您一寿呢 张根生一听 原来如此 怪不得看着两根人叹 有些眼熟呢 原来是自己拿去当的那两根 当下便说道 我说咋看着眼熟呢 这两个人叹还是前几天我拿到当铺当的呢 只是我没想到的是 这某两根小小的人叹 竟能当三十两银子 赵财主的笑容瞬间凝固在了脸上 何注是自己当了冤大头啊 想到多花出去 整整七十两白花花的银子 他的脸皮都有些抽搐了 他心想 好啊 你个前二 居然坑了我这磨一大笔银子 看我以后怎么跟你算账 接着 他忍住心中的怒火 心里皮笑若不笑的 对张根生说道 根生啊 你说这人叹是你当的 你家里现在还有这种餐子吗 你是从哪里的来的呀 张根生是个生性老实的人 当下便把小娃娃送给自己人参的事告诉了赵财主 赵财主是个机灵人 他早就听说镇上后山有一个成精的人参娃娃 好多人上山打柴都看到过 便跟张根生说自己想要以高价把他家里的人参都收够来 并说自己有一个远房亲戚得了重病 需要用大量的人参来救命 想让张根生引荐一下 把那个娃娃介绍给自己认识 张根生一听顿时犯了难 答道 家里的人参倒是可以卖给你 只是那个娃娃的住所 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呀 怎么给你引荐呢 这个无妨 你只要跟我一起到咱们镇上的后山即可 然后大声喊人参娃娃快来相见就行 其他的都交给我 那好吧 张根生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 张根生还在睡梦中 赵财主就带着一帮人 风风火火的赶来了 他叫醒张根生 让其在前面带路上山 张根生揉了揉睡眼惺忠的眼睛 起床简单收拾了一下 就跟着他们的队伍一起上了山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往山上赶去 末多久就到了半山腰 半山腰的山林 树木郁郁葱葱 生长着很多叫不出名字的植物 一行人此时也累了 他们找块石头坐了下来 说来也巧 就在他们休息的时候 不远处的花丛中 凭空出现了一个胖嘟嘟的胖娃娃 此时他正在花丛中追逐蝴蝶呢 一个人玩得不亦乐乎 对这边石头上做住的一行人事不限 赵财主眼间 一眼就看到了花丛中的小娃娃 他激动地对张根生说 出现了出现了 根生快上前打个招呼 我们在这里等你 张根生抬头一看 果然不远处的花丛中 一个娃娃玩得正开心呢 仔细一看 他正是那时候 每天都在自己家喝水的娃娃 他站起身走上前 朝着玩耍的娃娃喊了一声 嘿小娃娃 你还记得我吗 正在追蝴蝶的娃娃转身 看到是张根生后 认出了面前这位是当初给自己水喝的好心人 他丝毫没有害怕 一路小跑走上前 然后一脸开心地望着张根生 我是来找你帮忙的 是这样的 我们镇上的赵财主有个远亲得了重病 需要很多的人生来救命 那些人生你还有吗 可否再给我一些 张根生不好意思地说道 娃娃听得这么说 便举起小手 在面前一挥 只见他面前的空地上 凭空多了好几个人蹭 那些人蹭看起来白白嫩嫩 个头又大 一看就不是凡品 谢谢你 谢谢你了 张根生连忙道谢 就在这时 几个大汉从周围的草丛里冲出来 上前一下就将小娃娃扑倒在地 接着拿出麻绳 把他捆了个结实 这一突然的变故 把张根生下了一跳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耳边就传来了赵财主嚣张的笑声 这下看你怎么逃 有了你这个赵财宝 还不得拥有出不完的人身 赵财主 他已经给了很多的人身了 肯定够你那个亲戚用了 你不能抓他呀 张根生虫上去 抓住赵财主的胳膊道 你给我滚一点去 这磨一颗摇钱数百在面前 你跟我说不要抓 我看你是昏了头了 赵财主说住 一把就把张根生推到了地上 接着赵财主一帮人 嘻嘻哈哈地抬着娃娃下了山 张根生不晓得 他们要怎么对待娃娃 就赶紧起身跟上了他们 到了赵府以后 赵财主把娃娃带到自家的后花园 他抓住小娃娃的辫子 凶神恶煞地说道 小娃娃 快把你身上所有的人身都拿出来 要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哼哼 只见那孩童沉默了一会 轻轻点了点头 然后低头看了看 自己身上捆着的绳子 也不作声 赵财主道 那我就给你解开身上的绳子 记住千万别耍花招 不然我把你丢到池塘里喂鱼 说完 就命令手下解开了娃娃身上的绳子 小娃娃三步并坐两步 跑到赵财主家的花园里 赵财主以为他要逃跑 当下赶紧紧紧地追了上去 但小娃娃并没有逃走 只见他走进花园中 小手一挥 花园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生长出许多人参来 不一会 整个花园都被人参覆盖了 这些个人餐 比之前的那些还要大 要足足大两倍之多 且都是百里透红的 一看就是上等货色 赵财主一看 满园都是人参 顿时开心地手舞足蹈起来 他冲进花园里 拔出一根人参 拿到眼前仔细瞧 然后犹如发狂一般 哈哈大笑起来 这是上等的人参啊 发财了 发财了 哈哈哈哈 再看另一遍 那小娃娃看到兴奋到 发狂的赵财主 此时已经被人参吸引了注意 当下便称他不注意 一头扎进了花园的土里 不见了踪影 赵财主如今得了宝 此时也不管小娃娃了 对于小娃娃逃跑的事情 也就是而不现了 他急忙吩咐手下的人 把园子里的人参挖出来 然后放到帐房里所好 准备抽个时间 拿这些上等人参 去孝敬城里的县令大人 赵财主早就得知 如今城里的县令大人 即将升迁 一旦县令高升 那么本县县令的位置 就会空缺出来 到时候 自己拿着这些上好的人 参拜房县令 他一高兴 肯定会提拔自己 让自己来做这个县令的位置 等到自己做了官 来钱不就更快了吗 想到这里 赵财主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他吩咐家丁 让其把人参装好 然后背好马车 准备在第二天就去县衙 第二天一早 赵财主起了个大早 吃过早饭后 就迫不及待地赶往县衙 到了县衙 赵财主说明满意 并把十几盒上好的人参 摆在了县令面前 县令起身查看 发现的却是上品 当下就表了态 赵老弟这番礼物 甚是贵重 既然老弟这莫有诚意 本县自不会让老弟为难 我已知老弟所想 老弟就回去等我的好消息吧 说完 两个老狐狸会心一笑 再说这一边 张根生因为娃娃 被抓心里自责 这几日是吃不好睡不香 天天半夜惊醒 总觉得是自己害了那小娃娃 若不是自己 清醒他人谗言 怎么会害的娃娃被抓呢 这一日 他起床后 早家门后 竟看到了那个小娃娃 他以为是自己看花了眼 仔细一看 黑海真是那个娃娃 于是赶紧泡上前 嘘寒问卵 孩子 你有没有事啊 他们有没有为难你 身上有没有伤 快让我看看 面前的孩童笑了笑 随后转了一圈给他看 表示自己莫等于并没有事 如此一来 张根生松了口气 接下来的日子 那小娃娃便经常来张根生家玩耍 张根生和其妻子一直都没有子嗣 俩人也都喜欢这个可爱的娃娃 平日里都把他当自己的儿子对待 三人就这样幸福地生活着 另一边呢 赵财主把人参送给县令之后 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 反而丢掉了脑袋 原来那天赵财主送完人参回去后 县令就迫不及待地拿出人参 直接吃了起来 但吃完非但没有什么好的效果 反而使他上吐下泄 蹊跷流血 最后人都昏迷了过去 之后更是大兵一场 只有出的气没了入的气 气得他直接下令 以意图谋害朝廷命官未有 把赵财主抓了起来 打入了大牢 最后攀了个秋后问站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丫鬟半夜偷窥 意外听见公婆密谋 他装傻逃过一劫 张连生是一个光棍汉 一间茅草屋 一亩薄田 已知羊 日子虽不富裕 但也是自由自在 一日 他去地里放羊 突然听到草丛中 传出婴儿的啼哭声 声音断断续续 好像已经没有力气了 他顺着声音找去 就在一人多高的草丛中 找到一个刚出生的女婴 用一块白布包住 这种布料 穷人家是买不起的 扔孩子的一般都是贫困人家 因为养不起 被迫无奈 才做出这样的事情 张连生觉得奇怪 这富贵人家 为何也要把孩子抛弃呢 孩子的小脸通红 看来已经哭了很久了 他顾不得考虑那么多 就把女婴抱回家去了 他一个光棍汉 自己的生活都照顾不了 弄回这么小一个婴儿 确实很麻烦 首先就是孩子的吃饭问题 这么小的孩子 没有奶水吃怎么养活 还有就是 弄个孩子他以后怎么干活 张连生考虑再三 决定把自己的那头水羊 换成一只奶羊 为孩子吃羊奶 但奶羊价格贵 还要加钱 他手里连一个子力都没有 于是就去邻居家里借钱 邻居见他捡回了一个婴儿 觉得这个孩子很可怜 就把钱借给了他 张连生把自己的羊卖了 再加上借来的钱 就买回来一只奶羊 他每天早上都挤羊奶 煮熟后给孩子喝 干活的时候 就用衣服把孩子揽在背上 张连生给女婴取名张愚和 张愚和会做的时候 张连生去地里干活 就让他坐在地头 孩子似乎知道父亲的难处 坐在那里抓草丸 不哭不闹 一岁的时候 张愚和会走路了 他就像一个小尾巴 跟在张连生身后 还甜甜地叫爹爹 每当这个时候 张连生心里比喝了蜜还甜 养孩子的艰辛也一扫而光 张愚和在父亲的呵护下健康长大 长大后的张愚和肌肤白嫩细腻 无关清秀可忍 那身材 那气质 根本不像是一个村姑 简直不输那些大家小姐 漂亮的女子 在任何时候都会受到更多人的关注 张愚和更是如此 村里 镇上 城里 很多男子都听说他生的貌美如花 都前来求亲 张连生准备为女儿选一个好人家嫁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他却遇到了麻烦事 张连生在山上砍柴的时候 村里的一个老汉也在那里砍柴 那老汉脚下一滑就滚下了山坡 张连生一看就赶紧追着他跑 想要拉住老汉 可他根本拉不住 老汉年纪大了 这一摔 全身多处骨折 张连生赶紧把老汉背回了家 老汉的儿媳妇是村里有名的母夜叉 他见老汉伤得真魔重 心想要花不少钱治疗 于是就讹诈张连生 说是他把老汉推下山坡的 要他赔偿五十两银子 这件事与张连生没有一点关系 他把老汉送回家完全出于好心 没想到却被讹诈 他就极力辩解 说道 我张连生一辈子没有做过亏心事 再说了 我与他无冤无仇 为何要推他 村里人都知道他的为人 对他的话深信不疑 老汉的儿媳妇说道 谁能证明不是你推的 他又看着躺在地上的老汉问道 你自己说 是不是张连生推你的 老汉平时就害怕这个儿媳妇 他不敢说实话 就说是张连生不小心把他撞到的 他就滚了下去 众人听了都纷纷指责这个老汉莫良心 好闲事不如不管 张连生这次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老汉的儿媳妇说道 给你三天时间 拿来五十两 否则咱们大堂上见 这些年 父女俩的日子过得很拮据 哪里有银子 五十两对他们来说 无疑是天文数字 张连生愁得一夜白头 张愚和很心疼父亲 就想通过嫁人的些聘礼 可穷人家出不起聘礼 富人家又不愿出这么多聘礼 张愚和就去牙市自卖自身 到大户人家做丫鬟 牙婆把他领到一个姓黄的大户人家 黄家是风云城的首富 黄才主五十多岁 这老头一看到张愚和就觉得很满意 眼珠子在他身上滴溜溜的乱转 张愚和觉得他不怀好意 就想要离开 黄才主却拦住了他 说道 不错 我准许你留下 以后就负责我的衣食住行 把我伺候好了 我不会亏待你的 张愚和卖身就是为了银子 说道 我需要五十两银子 他本来以为黄才主不会出这么高的家 这样他就可以离开去别的人家 谁知黄才主大手一挥说道 莫问题 他就命人去库房 只取五十两银子给了张愚和 张愚和就回家给父亲送银子 黄才主派两个小厮跟着他一起去 张连生死活不同意女儿做丫鬟 张愚和也是偷着跑出去的 此时女儿回来 张连生激动不已 说道 你好好的姑娘 不能给人家做丫鬟 爹给你找个好人家嫁了 才是正事 张愚和说道 黄家给五十两 不亏的 要是没有银子给母夜叉 父亲是要吃官司的 张连生知道 伺候人的活不好做 尤其是在大户人家 规矩多 要求高 稍微不注意 就会遭受责骂 他不忍心让女儿去受委屈 就说道 把这钱还回去 爹宁愿吃官司 也不让你去 张愚和看看门外的两个小厮说道 已经说好的事 怎么能反悔呢 爹爹不是经常教育女儿做个诚信的人吗 就在这时 那母夜叉就冲进了屋子 抓起桌子上的包袱就跑 银子被拿走了 张连生也很无奈 只能同意让女儿去皇家做丫鬟 张愚和来到皇家 就负责伺候皇财主的吃喝辣撒 也就是贴身丫鬟 皇财主人老心不老 贪言好色 他之所以出这魔高的价格买一个丫头 就是因为他看上了张愚和 皇财主把身边的其他丫鬟都支走了 就让张愚和一人伺候他 每天给他端吃端喝 铺床叠背 皇财主就对他动手动脚 张愚和只要反抗 就是鸡个大嘴巴 他在皇家是度日如年 一日 皇财主叫张愚和为他喝粥 他就趁机开油 张愚和一紧张 粥碗就掉在了地上 气得皇财主又把他骂了一度 半夜 张愚和还要为他洗脚按摩 他一下子就把他踢倒 然后就扑了上去 张愚和拼命地挣扎 大喊大叫 皇财主的妻子 江氏听到喊声就走了进来 怒道 叫什么 还不快滚 皇财主见江氏 打扰了自己的好事 心里很是不悦 但也没有说什么 江氏说道 外面的漂亮女子多得是 何必要一个丫头呢 这不是小了老爷的身份吗 皇财主有些生气地说道 丫头怎么啦 这磨漂亮的丫头 也是百里挑逸 江氏见皇财主生气 就说道 凭老爷这样的实力 只有大家闺秀才能配得上 带出去也能为老爷称面子 一个身份卑微的丫头 什么礼仪都不懂 会拉低老爷品位的 皇财主听江氏这么说 他嘴上没说什么 但心里依然没有放弃 发誓要把张宇和弄到手不可 次日 江氏就带回来一个女子 皇财主一看 大惊失色 因为这个女子不是别人 正是他养的外侍李樱花 这李樱花是成里李财主的侄女 也算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子 皇财主与李樱花已经像好多年 只是一直隐瞒着江氏 江氏看着皇财主吃惊的样子 说道 老爷也真是的 樱花妹子跟了你这么多年 你也不给人家一个名分 知道的人说你无情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是个度妇呢 我今日把妹妹接回来 不知老爷会不会怪我 皇不仁说道 夫人真是个通情达理的女子 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怪你呢 江氏说道 妹妹进了皇家门 也算是新娘子 老爷一定好好陪陪她 让妹妹也感受一下家庭的温暖 李樱花早就想进皇家了 今日终于如愿以偿 她天天缠着皇不仁 江氏就把张宇和 要到了自己的房里 张宇和本来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姑娘 可在江氏面前总是手忙脚乱的 什么事都做不好 江氏很生气 就把她关在柴房里受罚 还让她吃狗食 她被折磨得不成人样 突然就疯癫了 她目光痴呆 眼睛无神 有时还会痴痴地笑 就是不说话 叫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 皇财主见张宇和痴傻了 对她也就没有了心智 江氏说道 老爷 这样一个傻丫头 要她有何用 不如让她回家算了 免得浪费粮食 皇财主花五十两买的丫头 不但没有占到便宜 如今还变成了傻子 她感到很吃亏 说道 我都亏死了 不能让她走 就让她留在这些干活 我要把我那银子赚回来 江氏就把张宇和安排在了厨房 让她帮助摘菜 烧火 张宇和虽然吃傻了 但她从不乱吵乱叫 特别听话 一日半夜 张宇和突然感到尿急 就从床上爬起来 迷迷糊糊地朝茅房走去 去完茅房 她路过皇财主的房间时 就听到里面传出奇怪的声音 她很好奇 就跑到门口偷听 屋里的皇财主 正在与小妾李樱花 亲亲抱抱去高高 大概过了半个时辰 屋里的一动才消失 李樱花叫弟弟说道 老爷 你当初说的话都忘了吗 皇财主假装迷糊 说道 我说什么话了 李樱花道 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呀 您说让我做大太太的 可如今都今年了 你倒是把这茶给忘了 人家好伤心心呀 皇财主在她脸上拨了一口说道 宝贝 不要着急 这是要慢慢来 李樱花说道 我都等今年了 还要等 再这样下去 我都老了 皇财主说道 这多年 我为了啥 不就是为了那张藏宝图吗 江慧心不说出藏宝图的位置 我是不能动她的 那她要是永远都不说呢 你放心吧 我已经托人从于外买了一种叫成石散的东西 只要那东西一到 我就不怕她不说 李樱花说道 那东西什么时候才能到货 你要快点 皇财主说道 放心吧 很快的 只要拿到了藏宝图 我立刻就废了它 封你做大夫人 此时正是深秋季节 夜里很冷 张雨和在门口偷听二人对话 就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 皇财主听到声音 赶紧就打开门槛 张雨和看到皇财主 不但不害怕 还对着她傻笑 嘿嘿 老爷 我陪你好不好 皇财主瞪她一眼 狠狠地说道 张雨和 你刚才听到什么了 快说 张雨和被她吓得抱紧身子 低头说道 我 我听见 我听见老爷的丑事了 皇财主心一沉说道 什么丑事 说啊 否则我不饶你 张雨和低声说道 就是 亲亲 抱抱 举高高 老爷 我也要抱抱 她说主 就抱住了皇财主 皇财主厌恶地推开她 怒道 你还听到了什么 没 莫听到 我什么也没听到 她又黑黑地笑了起来 皇财主说道 真是个傻子 赶紧管 张雨和就打个喝歉 揉着眼睛就离开了 一日 江氏感染风寒 就病倒了 李樱花就亲自煮了一碗营养粥给江氏端来 说道 姐姐 这是妹妹亲自为你熬煮的营养粥 您趁热喝了 江氏说道 多谢妹妹牵挂了 太麻烦你了 姐姐待我比亲姐姐都轻 我做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 根本无法表达我对姐姐的感激之情 来 我为姐姐喝粥 江氏说道 我又不是三岁孩童 我自己来 她接过完 就一口气喝完了里面的粥 说道 妹妹的手艺真不错 比那厨娘做的要美味多了 李樱花说道 姐姐喜欢就行 以后姐姐想喝我就亲自几年熬 二人说梨花话 李樱花就离开了 晚上的时候 皇财主居然破天荒的来到江氏房里睡觉 耳并思摸之间 就开始打听藏宝图的事情 江氏说道 这个秘密我都守了十几年了 这十几年你对我很好 我也应该把藏宝图的位置告诉你了 他趴在皇财主耳边 低声说了几句 皇财主一听 喜出望外 说道 你说的可是真的 江氏说道 咱俩夫妻十几年 我何时说过假的 你要是不信 现在就可以去挖 皇财主说道 夫人随我一起去看看 江氏就带着他来到一个山洞里 他指着一处地方说道 藏宝图就在里面埋着 皇财主赶紧就开挖 谁知他刚挖了一铁仙 就掉进了陷阱里 皇财主这才反应过来 大喊道 江慧心 你要干什么 江氏走到陷阱旁边 冷笑一声说道 皇不认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当年我丈夫救了你的命 而你却害了他 还把我们的女儿暴走丢掉 江氏的丈夫认大海 是一个打富济贫的江阳大盗 皇不认是一个江湖武士 他被人追杀的时候 是任大海救了他 二人就结拜了兄弟 后来 任大海想给妻子一个安稳的家 他就遣散了手下的兄弟们 给了每人一笔数额不菲的安家费 大家都挺知足的 只有皇不认心里不舒服 因为他听说任大海有一张藏宝图 他发誓一定要得到 一次任大海外出时被人陷害 江氏当时已经有了身孕 丈夫的突然离世对他的打击很大 皇不认听说任大海出了意外 就来到家里照顾江氏 还发誓要为大哥报仇 江氏非常感动 为了肚里的孩子有个父亲 他就嫁给了皇不认 谁知孩子一生下来就不行了 江氏还没有来得及看一眼 就被人暴走扔掉了 接连的打击让江氏几乎活不下去 幸亏有皇不认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 他才慢慢地从痛苦中走出来 一开始 皇不认对江氏很好 可后来他就发现 皇不认一直惦记住那张藏宝图 他心里就有了怀疑 这些年他一直就用藏宝图吊着皇不认 皇不认拿不到藏宝图 自然也不会对他下手 同时江氏一直在暗中调查丈夫的死因 正当他有了一点眉目的时候 却得到了一个让他悲喜交加的消息 那日厨娘刘妈告诉江氏 说张宇和就是他的女儿 当年江氏生下的孩子并没有死 皇不认为了斩草除根 就让刘妈把孩子抱走 扔到荒山老林里去 荒山老林里野兽多 刘妈不忍心 就把孩子扔在了经常有人经过的草丛里 这件事只有他一人知道 张宇和来到皇家之后 刘妈发现他的脖子处有一个红质 与当年那个女婴的一模一样 他大吃一惊 于是就悄悄去乡下打探 关于张宇和的事情 经过打探他得知 张宇和正是张连生在草丛中捡来的 他就确定张宇和就是僵尸生的孩子 他就把这事告诉了僵尸 僵尸为了救自己的女儿 就把黄部人的外事李樱花接回家中 分散他的注意力 僵尸知道 张宇和只要不离开皇家 就会被皇财主惦记 于是母女二人就用了一招计谋 僵尸就想法折磨张宇和 最终张宇和就疯掉了 黄部人见张宇和疯癫了 对他也就没有了心智 这样就很好地保护了他 那日夜里 张宇和无意中听到 黄部人与李樱花的对话 得知是黄部人 害死了自己的父亲 他拿到藏宝图之后 还要加害母亲僵尸 张宇和就把二人的对话 告诉了江室 江室又花高价买到辽解毒散 他吃了解毒散后 就百毒不侵了 他喝了李樱花的粥后 就假装中毒 说出藏宝图所在的位置 其实那个地方 他提前挖好了陷阱 黄部人就掉进了陷阱里 他要亲手为丈夫报仇 黄部人在陷阱里大喊道 江会心 这些年我对你不薄 你太没有情意了 江室说道 黄部人 你这个畜生 你不配提琴一二字 我今天要亲手杀了你 为我丈夫报仇 江室就把事先准备好的柴火 扔进了陷阱里 然后拿出火折子点着 黄部人在里面痛苦的惨叫 很快就没有了声音 变成了一堆灰烬 张宇和和刘妈赶过来时 看见江室蹲在地上痛哭 说道 相公 为妻为你报仇了 你在那边安心吧 咱们的女儿也找到了 张宇和抱住母亲 痛哭不止 鸡人回到家里 小妾李樱花得知 黄部人死了 就悄悄溜走 不知去向 丈夫大愁得报 江室也大病了一场 他身体痊愈之后 就把那张葬宝图交给了朝廷 用于天下苍生 江室非常感激张连生对女儿的养育之恩 就把他接到了家里一起住 在张宇和的撮合下 江室就与张连生结为了夫妻 一年后 四十岁的江室居然生下一个儿子 取名张天赐 夫妻二人也算是儿女双全了 人生也得以圆满 后来 张宇和嫁给了一个富商 张天赐走上了仕途 一生平安顺遂 没有经历大风大浪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